美禁售令再度发威进华公司瘫痪员工找退路 中国半导体制造商福建进华因涉嫌盗窃美国公司商业机密 被美国商务部下达禁售令美国司法部日前也对进华提起刑事及民事诉讼 在美国的严厉制裁施压下进华疑似不忠心后尘已濒临崩溃 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进华晶圆生产线已全部瘫痪一些员工打算离职 寻找退路广告10月29日美国商务部发表声明 限制对福建进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Fujian Jinkwan Integrated Circuit Co.的出口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声明中表示福建进华生产能力的扩大 很可能得益于源自美国的科技 11月1日美国司法部对福建进华及其合作伙伴台湾联华电子 以及三名台湾人提出起诉指控这两家公司及涉案人窃取传送 和持有美国美光公司的商业机密 美方起诉输指中共本部掌握DRAM技术 该技术是进华和台湾联华电子 从DRAM巨头美光公司盗窃而来 随后被中共国务院列入国家签计 重点 但福建进华日前仍声明称不存在窃取其他企业技术的行为 据台媒报道 从美国下达接受令的那一天起 进华的美国半导体合作方驻厂人员已全撤出 并终端所有电话 邮件 往来所有设备 生产运作都已经全面停止 已经下单 却未出货的机台全数暂停出货 进华原本预计年底是产能DRAM生产线 立即全部瘫痪 此外 进华的DRAM技术合作开发伙伴 台湾联电公司10月31日宣布该公司决定停止与进华的DRAM开发项目 台湾自由时报称 由于设备含有美国人建欧洲 日本的半导体企业也已暂停对福建进华的供应进华公司被起诉后 美国最大存储晶圆生产商美光公司 Micron 11月1日发表声明称 该公司对于美国司法部的做法 感到新为进华窃取商业机密的犯罪行为 理应得到公正处理 早在去年12月美光公司 就在加州起诉福建进华和连华电子盗取其商业机密 但进华否认了相关指控此案 目前仍在加州法院审理中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今年1月 美光反被福建进华和连华电子 在中国境内控告侵犯专利 并被福建法院判处禁售 令美光部分产品 在中国境内暂时被禁售 外界认为北京当局这一裁决激怒了美国政府 成为进华公司遭美国政府制裁 并被提起诉讼的直接导火线 最新消息称 在美国出台的禁令 下福建进华人计划今年底市产的系统内存 专货也无法实现 目前进华疑似不中兴后陈濒临崩溃 据知情人士 透露一些进华员工已开始为自己寻 找后路打算离职进华的生产 也被报前面停止 中兴通讯 因违反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 对其出售产品被美国处罚 曾一度被禁售 美国产品中兴 在短时间内 即面临破产 边缘后缴纳10亿美元罚金 被暂时解除禁令 才得以死而复生 福建进华和中兴通讯 都是中国制造 2025计划企业 官方对福建进华的D2AM生产线 投资56.5亿美元 中共发展国有晶圆 是该计划的核心内容 有分析人士称 进华事件 也反映出中共盗窃 美国知识产权已成常态 如果中共其他晶圆企业 受到类似禁令 那么中共的晶圆项目 将可能面临末日 因为全球晶圆制造商都 无法摆脱 对美国的依赖正式评论人士 唐晶圆认为 美国对中兴还只是行政处罚 而对进华还有形式 民事起诉性质更严重 或面临高额罚款罚金 可能会超过200亿美元 另外 进华被处罚的原因 是其涉嫌盗窃美国知识产权 而中共在科技领域国企的发展大多 都是依靠此方法 除了福建进华之外 掌心正在合肥兴建价值80亿美元的 DRAM生产线 长江存储 迷在武汉投资 240亿美元生产 NANDFLASH储存型快闪记一体 等他们都位列中国制造 2025计划 因此美国延程进华 对其他国企的震慑力度就相当大 的 都位于华 他是一座不是一座 确定死亡 还是一座